就是吃檳榔都是中下階層在吃 遍地商店上班 怎麼可能在你蒙克檳榔 但是他也是一個打工仔而已 哈哈哈哈 五十顆的檳榔加上小米酒 原住民的山豬酒是狗狗 我們腳上穿著的Air Force 話說出來帶我Dinos 今天要介紹有些國家視為毒品的一個東西 有一些人視為中藥 帶也是非常多工人還有原住民愛吃的一種東西 他就是 檳榔 檳榔到底要怎麼賺錢呢 我們去瞧瞧好不好 來 去去武器走 為什麼你這一集要這麼激動 因為我尷尬就會激動 洋哥洋哥 四哥請問一下你今年幾歲 快四十 入這個行業多久 接近快二十年 那你目前有幾間店 接近十間吧 你目前的月收或年收大概落在哪 月收大概就幾十萬吧 有超過五十嗎 接近吧 想要踏入這一行大概需要具備多少錢 五十萬到七十萬吧 一間店長 需要到這麼多嗎 接近五尺到十五尺的這種 像我裡面還有莊家鐵板 大概在十萬上下 那這樣大概多少錢 這樣面積比較大一點可能要兩萬吧 像這LED的看板 一萬出 像我們做這個玻璃 我都用強化玻璃 一個這樣的玻璃可能也要花個四五萬塊 那還有什麼其他成本嗎 需要冰箱嗎 那冰箱一台新的公路價大概在兩萬五上下 那你兩台全新的我就要五萬 不然一台冷氣像我裝冷暖的 一台大概在四萬五 去頭尾的機器大概全新一台大概就一萬出的 那這一位貴嗎 貴嗎 那香菸的話一條大概也就一千多塊 光香菸弄一弄那些百貨弄一弄很 那些錢耶 小細節的部分就很難講得到 這個拉門很久五千了 比較普通的就是放個桌子 一台冰箱 比較傳統一點它可能就用手抹會 這些成本它都可以省下來 手抹你知道嗎 像現在它們在噴有沒有 白灰機它就這樣添加白灰機 小姐它們在包的時候就葉子過去 它自己就會趕用 這間的話當然我 我在弄的時候就不止這個成本 你有花到破百 沒有也接近了啦 那老闆當初怎麼會踏入這一行 想起來就很艱辛啦 退入之後就人家說 那個檳榔餐的那個葉子啊 一斤兩三百 你說這個嗎 對 就這個葉子 一斤兩三百 一斤兩三百 一斤你賺個二十 黃麥的葉子你就賺起來了 傻傻的聽人家講 好喔 信誓旦旦的就直接開個車 然後就跑到台東去 炸到那邊去 找個認識人 然後四處詢問 買回來就開始賣 從台東開車回台中 對 他們這行業是有貨運的 那你直接不鳥貨運 你就自己開車上去 那是第一次 啊四處賣呢 就會遇到一種狀況 他們原本就有所謂的配合的場上 他們會擔心 踏進去他的地盤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壓榨成本 我賣檳榔跟賣葉子 檳榔我也有賺錢 葉子我就不賺 跟你消假金人 被他打壓的時候 你會覺得 氣不過 今天殺氣去山裡面 一樣就是找那個 有在種檳榔的啊 跟他說啊跟你買檳榔 檳榔跟葉子都有在銷售 那時候就所謂的種檳 有點小生氣 因為他會有選擇性說 那一個比較好給那個人 那一個比較不好 我就變不好 他是看大跟小 剛進來賣 當然是小嘛 對啊 人家會先顧大咖 小咖就不理你 一目之下 又拿錢 然後就去砸山裡面 就去給人家承包那個檳榔園 你很強欸 你很帥欸 但是這就缺點就來了 割行如割山嘛 你跑去山裡面 等於就做農夫的工作嘛 你還有跑去做農夫工作過 那你承包他的檳榔園啊 你要去下肥啊 要去扎蟲啊 開始誤農了 對 開始誤農了 咪咪糊糊就做了當 接近十年 接近十年 就慘敗 十年怎麼可能慘敗 那為什麼慘敗 因為第一個你不懂 十年來不懂 怎麼可能 人家好的檳榔園 而且人家會綁年綁古約啊 那當然就不好的 我才跟你一年一年前嘛 哦 所以你去拿到都是不好的 甚至可能還可以錢 因為這所謂農作物 會有偏災的部分 高海拔的檳榔他們是 用一棵樹一棵樹下去算的 比如說我裡面有三千棵 然後一棵樹兩百 那那個年度你可能就是要 六十萬的那層包 那老闆你是怎麼從 做盤上 然後轉到現在做零售 然後這麼成功 被情勢所逼吧 霧囊之後你會跟霧囊再燒爆 我是農夫 你也是農夫 啊你採收這個給我嘛 啊你給我 我這個動作就叫大盤 從中盤又橫跨到大盤 比如說你收購了十萬顆 結果你賣補掉 那時候我又沒有末端銷售 沒有零售這一塊 那你自己開的第一間 怎麼樣後來做起來呢 在這個很類別的行業當中 看到中盤啦 大盤啦 零售啦 怎麼看都覺得是零售 比那段時間 那但是早期我看不起零售 就是那賺小錢嘛 就一包檳榔 一包檳榔50 50 它能算多少錢 一包檳榔賣50 大概算多少 這含檳榔的這個成本的話 大概 大家在桌都大概在25塊 跟一些朋友借了一些錢 開了一間檳榔餐 自己付也沒有請小姐 大概自己付了大概半 半年左右覺得 有稍微有一點起色 自己也都包不出來 賣到可以請兩個員工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規劃 怎麼開第二間 到至今大概就八年多 開了接近也快三間 立不立志 怎麼樣看檳榔好不好 事實上看不出來 所以它是要把它剖開 看裡面的肉質 那一般來講就像 他們在山上會有一隻刀 可以剖它的刀 可是我們 我們位置沒有那個刀了 打開之後就是看 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它的肉質 這個如果是偏紅色的 大部分在山上就是 比較廉價的 像這個等級大概就是白肉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看起來粉嫩粉嫩的 像女孩子的皮膚有沒有 那種就是特寫 是我們要洗過 就 有人會覺得是 澀澀的啦 哈哈哈哈 這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很像 那顆叫什麼 椰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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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兩個字 綠色的圓圓的 脆脆的 芭辣嗎 不是不是圓圓的 光滑的 你知道嗎 綿霧 不是不是 對對對 綠色的對不對 不然講不出來 那是坪東的特產啊 那水果叫什麼 什麼綠色圓圓的 遮啊 對 藻汁啊 藻汁啊 知道他們是乾甜 對 乾甜 有沒有去賣一賣 然後就 唉唷 唉唉唉唉 這個當然是 年輕的時候 早期倒是真的是有 要有一個原則 就想起你也不能去 一旦你去了 你就是得罪老闆 因為你賣銀行 你是商業行為 你是跟老闆做生意 你把他小點帶出去 他說 欸阿滴 從去就要被創達 是曾經真的還是有被 就老闆 就說 這個很不錯 然後他被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被推出去約會了一下 這樣子 勉為其難啊 思維不同 我們那時候正在打拼事業 成功不是偶然的 然後時間在陪你慢慢的逛街 批發完之後馬上要上去募腦 根本沒時間 只要是從事同樣行業類別的人 應該會很有感 我說這一款 我有同事 很辛苦 他們沒有吃過 冰檔 我想說我可不可以包幾包 給他們吃吃看 親自示範 所以美女教你也可以 那是當然OK的啦 我們小姐每個都是很會很大方 可是我很笨喔 帶個小手先請出來 那我會更開心 其實就這樣子就很老實了 沒有我還是要包一下 你要包一下 我們沒有畫面 我先分解動作 然後這葉子呢 來啊 來一個 不要一直在看妹妹喔 先擦一下 然後噴 對不起 好來你先噴 好對 然後揮一下 沒有啦 不是 我剛才噴你一半灰亮不對 好這樣兩盒 好這樣就行了 好噴解動作來 蓋住 另外一個這樣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捲上去 幹斷了 那一個不行了啦 沒關係啦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趕快給我認識的人吃 這顆就不要了 這出去的招的招牌不好 好 先這樣擦一下 對先擦一下 然後噴 對 然後這樣做 左右縫圓 拍完的這一段 讓你的包衣包出來 幹嘛那麼爽 這不是 是尾嗎 有啦 體驗你看 你教的手法呢 可能有一些問題 我還請我們的 美麗的小姐來 都做幾年 好啊 那你 唸嗆喔 唸嗆喔 美女 唸嗆喔 你看 乾淨俐落的手法 我們不行啦 對嘛 你那一顆在那邊 這樣磨 吃 怎麼會是磨呢 這叫做檸檬酒 喔 好 那好像有點像囉 蛋頭台 你捲太多了對不對 那一顆就是成馬 你要把它吃下去嗎 好 吃吧 老闆的檸檬有興趣好不好 資訊在這邊 很多間店啊 可以參考一下 記得成年在吃喔 成年在吃啊 成年在吃啊 是 那我就繼續包 這顆跟剛剛直接吃了 就調味啊 它深汁就是 枣質的味道很明確 但是 這味道有點難形容 那它是甜的嗎 偏甜 你知道怎麼形容它的味道啊 就 嗯 甜甜的 就是甜甜的味道啊 不是跟我講的 女朋友不喜歡你吃 叫你不要吃 當然啦 那個不好啦 形象難看啊 借不了 借不了就 就叫女朋友一起吃吧 是不是 我還聽說一個更厲害的 他女朋友抓謊 把他每一顆檸檬都拿起來 都搖 搖起下 然後丟在那裡讓他吃 但是他還是照吃 老闆你有算過你以前要吃多少檸檬嗎 一天可能要二三四顆應該有 少吃一點啦 少吃一點啦 就覺得我們自己的檸檬好吃啊 就一直偏偏吃 吃檸檬的人真的變得很少 比較少啦 因為現在台灣來講 健康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一起來投稿吧 意識比較抬頭 所以吃檸檬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 沒什麼文化 對身體有愛 覺得 網路上有這麼一說啊 就是吃檸檬都是 中下階層在吃 這種說法好像不太對 你總不可能 坐在辦公室 一直在猛刻檸檬吧 說不定我可以喔 所以我打個比方好了 像我們對面的中油 那便利商店 他們也不是多高級啊 對 他們也是打工仔而已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也是打工仔而已啊 但是他們有吃檸檬嗎 他們也沒吃檸檬啊 應該這樣說啊 你有覺得老闆是中下階層的人嗎 我是啊 不會有人說 開檸檬攤就高級 對啊 叫網友出來面對啊 誰叫我問這個的 對 你在便利商店上班 怎麼可能在蒙克檸檬 但是他也是一個打工仔而已啊 哈哈哈哈 來買檸檬 大概就落在這一個的 他的工作類比 他不是絕對的 但是你說收入很高的人 有沒有人在吃檸檬 很多啊 也有啊 現在社會就是這樣 也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嗯 就真的是 好沒事 謝謝 哈哈哈 不要吃太多 對 是 不然牙齒會很醜 哈哈哈 你很敢講 哈哈哈 那你去做吧 不用啦 我們直接拿一包就好 哈哈哈 YouTuber不用這樣拍的啊 對 就說 那這些都有親手做的 那就是YouTuber製作的方式啊 來啊 我們先開圍禁喔 我敬禮敬禮 你好你好 欸不是啊你要看一下哪一個是澳門來的啊 澳門的帥哥 澳門的帥哥 東部的帥哥 欸你有吃過冰郎喔 沒有 他不是把頭咬掉嗎 沒有頭我硬剪掉了 啊對要咬掉了 哈哈哈哈 然後攪個十幾分鐘之後 他這樣一口會吐掉 他那邊比較濃 欸你不要動你不要 你幹嘛那麼近啊 幹你怎麼吐掉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媽媽 我說 我是說 把炸弄掉 怎麼 怎麼感覺 不知道要講啊 不然我怎麼組織 冰狼啊 就像那種狼 然後在冰上面走掉下去 就變成冰狼 對不起 對不起 他其實他壞掉了 就可能沒有冰 好啦 喜歡我們請到按讚 記得要分享 大家記得開啟小鈴鐺 羊哥 你要上他們的IG嗎 好 喜歡他的朋友追蹤他的IG 喜歡他的朋友追蹤他的IG 放在這裡 男女都可以 不行喔 女生不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